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回來先講那個俄羅斯的武器 那那個俄羅斯呢 他很標準的火力集中這件事情 他一開始用了大量的巡域飛彈 彈道飛彈 在這張圖上 這張圖上有一些紅色的點 這些紅色的點是什麼區域 講真的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是俄羅斯 會在這紅色的點去轟炸的話 炸的話 那一定是重要的軍事設施 所以我那時候就要來猜 我那時候用這個圖來 這個圖不是我做的 這個圖是從網路上找來的 是在那個維基百科裡面 有一個那個圖排在上面 好 這個圖上面 被俄羅斯轟炸的點 我就猜一定是軍事設施 那這張圖這個more or less 多多少少看出來 那個烏克蘭軍隊到底在哪裡 好 我們看範圍這麼廣 這麼廣 對 好 然後再看看這些區域 據說他好像打了幾百枚的飛彈 對 幾百枚飛彈 其實幾百枚飛彈 分散到這麼多區域 剛剛講烏克蘭是臺灣的二十倍大 幾百枚飛彈分散這麼多區域 又不是核彈 其實他的效果 如果不是精準打擊 效果是有限的 效果是有限的 那他想造成什麼一個 事情是讓烏克蘭的軍隊 感受到壓力 你在哪裡 我在打你 那反過來我們臺灣在這個 面對這個叫做戰力保存 所以他在第一波的時候 打了很多巡域飛彈 跟彈道飛彈 那巡域飛彈比較有名 就是口徑巡域飛彈 口徑叫3M 3M系列的巡域飛彈 這個飛彈射程其實並不遠 不遠 也滿遠的 一千多公里 但是可以打這些去 一個個都精準打擊 那第二個他就可以打彈道飛彈 彈道飛彈 不管是 應該都是俄羅斯 俄羅斯他們所標準的彈道飛彈 就近程彈道飛彈 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個所做的打擊 這他們我跟你講火力集中 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他們要做的 就是要空中優勢 對不起 那我再插我話 巡域飛彈跟彈道飛彈的差別 講一下 巡域飛彈 是貼地飛行的 那貼地飛行它的目的是什麼 是利用地障 地形的障礙物 讓這個飛彈可以 躲到地方防攻武力的攔截 那彈道飛彈是拋物線射擊 拋物線射擊 這兩種飛彈 都是為了遠程打擊用的 都是為了遠程打擊用 那它有精準嗎 這一次有精準嗎 因為講真的 現在看戰爭了 新聞的可信度不高 我等會再聊這件事 為什麼不高 比如說 我只要聊一下 比如說我昨天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看照片 有兩個俄羅斯開戰車的軍人被抓 聽說他到派出所要棄輿 我覺得這個邏輯有問題 怎麼可能會去派出所 對 這個邏輯有問題 所以這個新聞的真假 我先保留 因為現在表面上 現在看到的新聞資訊並不多 那你剛才講打得有沒有精準 講真的沒有人公佈 但是烏克蘭倒是公佈了一些影片 譬如說他在這個 哈爾科夫這邊打 這邊他們的軍事 第二大廠 工業廠 上面很重要的軍事 有一些大樓被飛彈打到 這有 然後在南部 有一些港口被巡迷飛彈打到 有 還有包括在基輔 有一些機場被打到 這有 所以打得精不精準這件事情 講真的 不曉得 我不知道 但是從目前Release 就是釋放出來的影片來看 這些訊息是有的 那我剛剛講的 第一步他就用巡迷飛彈 跟彈道飛彈 做所謂的火力集中打擊 第二部分很重要 就是空U的問題 空U的問題 那我們在第一天 在二十四號戰爭發動 沒有多少時間 我們就看到說 他們在基輔附近的機場 裡面在做爭奪戰 對 有閃兵 還請CNN記者來拍 我不知道是不是請CNN記者 CNN記者拍到了 CNN記者說 因為被俄國佔領了 所以俄國邀請他進來採訪 可是那後來好像又被 基輔得回去了 對 這次實名說 我要講為什麼 他那個 第二步他就 如果他沒有取得 局部空U的話 他是不可能 派閃兵下去 不可能派入航 就是那個 即將的部隊下去 這個都有看到影片 有 這兩個都有看到影片 好 那麼 簡單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因為兩邊的 這個軍力 雖然烏克蘭也不是小國 不過兩邊相比的軍力 還是滿懸殊的 因為剛剛講說 沒有把那個型號講清楚 它的軍力飛彈叫 3M14 在我們軍工界 他們把這個群彈 叫二字戰斧軍力飛彈 二字的 二字 跟美國的戰斧軍力 其實性能是相當的 那我剛剛講的 它那個彈道飛彈的 是9K720 就是伊斯坎德的彈道飛彈 那這個性能是 它是屬於短程彈道飛彈 那這個彈道飛彈 後來有被俄羅斯改裝成空射型 是它射成大概 變成空射巡域飛彈 大概兩千公里 那剛剛有一個還沒有提到的 講到防空的部分 要防空 基本上有兩種戰力 一種是戰機的滯空 另外一種就是地面防空 大概這兩件事情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這兩種戰力都需要雷達 所以他們這KH31P的反輻射飛彈 在這次作戰裡面 發揮很大的效果 就是先把他們雷達做癱瘓 好 所以這個 這是如果鄭大哥問我說 他們整個態勢這樣 那我想這張圖 其實還有一些 一場的訊息 我想也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這個是 我剛剛也找了一下 這個訊息是ISW 就是美國有一個智庫 叫做Institute of Study of World 它所公佈出來的 好 大家注意看 如果這要炮轟的 就曾經遭到轟炸的地方 大家會看到這東邊最多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兩個獨立的區域的邊緣最多 盧甘斯克那裡 這個代表一個訊息 這邊這一塊地方 應該烏克蘭有軍隊在那裡 有重軍在那個地方 擋在那個 應該有一個阻力的地方 第二個地方哪邊 就是說首都周圍最多 基辅 對 基辅最多 表示這邊烏克蘭有重面 因為我們烏克蘭不會告訴我們 軍隊擺在哪裡 這是洩漏軍事機密 不會 我們從這來看 其他就比較靈散 這是兩個 我們可以看得出 烏克蘭軍隊 在整個俄羅斯 在打烏克蘭的整個戰法裡面 其實很清楚的 可以看出來 它有四個戰線 這四個戰 第一個戰線一定是基辅戰線 基辅這個戰線 它從車諾比 從白俄羅斯這邊下來之後 其實它是想沿著 瑟伯河的東岸也這樣下來 可是這邊顯然受阻了 這邊我這邊有一個紫色的點 就叫做切爾尼戈夫這個地方 碰到烏克蘭軍隊強力抵抗 所以這條線沒有下來 所以它本來是一個外線攻擊 從東邊西邊去圍攻基辅 它本來是這樣子的 那前幾天不是有一個新聞嗎 說烏克蘭有一個工程師 一個軍人炸橋的事情 對 就在這個基辅中發生 但表示什麼 俄羅斯的坦克部隊 雖然沒有從這個 這個尼泊河的西岸下來 但是從東邊下來的 已經到達那個區域了 已經到達那個區域了 好 第二個我們要看的在哪邊 是第二個戰群 第一個戰線在基辅 第二個戰線就在哈爾可夫 剛剛講的工業城 第二大城 好 目前還在焦灼中 那昨天晚上我看的新聞是 他們市長宣布說 在他們室內沒有二軍了 那表示被清掉 清出去了 清出去了 好 比如說這句話 另外曾經進來過 曾經進來過 好 剛剛這個東部戰線的 我已經稍微提了一下 南部戰線的部分 因為現在我們得到的訊息 大部分都是比較 烏克蘭那邊來的 可是從美國的ISW裡面的訊息 在這一部分 反而二軍是有斬獲的 他們是有斬獲的 怎麼看 我們天井在新聞上 天井有蛇島 蛇島是一定要拿下來 因為蛇島連著這個叫做 奧德薩這個海港 很重要 這是黑海的出海口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之外 那所以對 克里米亞這邊的二軍而言 他們吸取奧德薩 這是他們的墓魚 東要把這邊拿下來 跟這邊會合 這是他們的墓魚 可是目前看起來 他們這邊是滿有斬獲的 可惜這邊離基辅太遠 那這個顯示另外一件事情 烏克蘭的重兵不在這個地方 不在這個地方 不在南部 不在南部 所以從這樣子來研判 整個來看起來的話就是說 俄羅斯他想做的事情 是以基辅為中心 叫做外線攻擊 外線 從外線打進來 但是外線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第一個補級要完整 補級完整 尤其他往內陸一直生 補級如果不OK的話 那是有問題 雖然我剛剛講說那兩個 開著坦克車 然後去警察局要遊的 這個事情怪怪的 這新聞怪怪的 怪怪的 因為照理說 一個軍隊在出發這樣 不可能沒有做這種情錢教育 不可能的事情 怎麼可能 我常常這到底是不是 真新聞假新聞 是不是認知之外 我也搞不清楚 是 包括另外一個新聞 我覺得很有趣 我還看到影片了 到底超市哪東西的 這個更怪了 因為照理說一個軍隊 我講良莫先行 良莫先行 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到底這次認知之外 我說我不確定訊息真假 是 但是我要講這件事情 我想提醒觀眾朋友 一件事情 俄羅斯的重兵還沒出來 重兵還沒出來 目前出現在幾乎 這個ISW在昨天晚上的訊息 裡面又講這件事情 在基辅目前我們看到的 俄羅斯的部隊是什麼部隊 是閃兵還有空降兵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特種不作用部隊 它的重裝備還沒出現 如果它打通了 剛剛講從車程下來 這條還有從這邊 那個社伯和西岸這邊下來 這兩個都打通的時候 重兵出現的時候 狀況不一樣 那怎麼做這個預估 怎麼要做這個預估 按照媒體的報導 俄羅斯現在在這個區域裡面 部署了將近十九萬的軍隊 可是目前出現在這邊 出現在烏克蘭領土裡面的軍隊 還不到一萬人 不到一萬嗎 不到一萬 因為你看 這邊的一個空降的營有多少人 一個空降營 奪機場的空降營有多少人 然後它目前在基辅旁邊那些 經過那個激將 就是垂直登陸的那個部隊 有多少 大概就一兩個營 加三個營 這樣這個都不到萬人的數字 那俄羅斯還有十九萬的部隊 現在在哪裡 當然南部這邊有 我猜 如果是我做部署的話 我會擺在白俄羅斯這個地方 因為比較容易攻下擊斧 攻下擊斧 那這個重裝備跟重部隊 還沒出現 所以 現在不是在談判嗎 談判的過程中 我很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是不是邊打邊談 果然邊打邊談 這個就是毛澤東的策略 對 打打談談談打打打 敵進我退敵退我進 現在是一邊談一邊打 一邊談一邊打 現在俄羅斯部隊是在 爭取一些時間 正在前進中 這個今天早上 我看新聞的時候 美國的衛星照片有顯示 俄羅斯在基辅的線上的 這個部隊還在移動中 所以所以我要提醒他 重裝備還沒出現 重部隊還沒出現 也就是說 本來本來 普丁本來想的 我剛講的 戰爭有三個重要因素 但是在一旦發動戰爭的時候 速戰速決是重點 那什麼叫重裝備 重部隊 就是大的坦克部隊 大的炮兵 現在都還沒出現 就完全沒有出現 現在都完全沒有出現 那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出現 我們不能去直接講 俄羅斯他們現在戰鬥狀況 然後我回到講 當初普丁想的是 譬如說不管三月二號 或者是四天 不管怎麼樣 他想的就是速戰速決 因為戰爭拖久 不管是耗費經費的問題 另外一個國際輿論就開始 現在已經來了 現在已經來了 好 那他們本來盤算 當初的先頭部隊 到了基輔之後 也許折倫斯基會演一個 阿富汗總統的例子跑走 沒有 沒有 他沒有演 他沒有演 聊不起 沒有演 對不對 好 如果今天那個演成 對俄羅斯來講 他成立一個親俄政權就容易了 對 但是沒想到 這個 烏克蘭人自我戰鬥決心這麼強 把戰爭拖延了 好 現在拖延了 他想在我們術語裡面叫做續戰 就是續就是剛開始的意思 續戰及決戰 是最理想的狀況 續戰及決戰 然後就終戰就結束了 結果沒有這樣發展 因為烏克蘭人 抵抗的決心在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士氣 士氣 好 因為這樣子之後 要顯然就要打會戰 這是我們戰爭的TEMPO 續戰完就是打會 續戰 續戰狀況就是遭遇戰 會戰 徐棒會戰 對 會戰 會戰就是大兵力的 對勢了 對勢了 所以為什麼 我剛開始要先去分析說 烏克蘭到底軍隊在哪裡 看俄羅斯炮轟的地方 應該阻力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要做這個分析在這裡 好 後面開始會戰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俄羅斯 所以真正激烈的戰爭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好 那現在就看俄羅斯了 俄羅斯現在在談 我現在邊談邊打 他到底是想做什麼事情 那就會決定後面會戰怎麼打 了解 這次會是 特地的定義 嘻手 對 ze 現實實 真正